早安 今天來紀錄我的一天 其實我去花蓮的那幾天 我就非常嚴重就是長痘痘 反正嘴邊跟鼻子附近長痘痘 就是你的腸胃或是你的腹殼 今天是難得的休假 天啊 我竟然 我真的有時候就是忙忙忙到覺得都沒有休假 你知道我們的工作就是沒有 沒有固定上班 但是你要督促自己 讓自己就是持續的成長 才會有工作 就等於說是每天都要工作 要畫個眉毛 然後要去吃飯 等一下我們要去吃一家牛肉和粉 咖咪 你跟鏡頭打招呼 我跟你們說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不帶護唇膏的人 就是我包包裡面如果沒有帶護唇膏出門 我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出去 然後我就說天啊我沒有帶護唇膏 就覺得唇唇很乾燥 然後就立馬去買了一支 我在Seven買的 很好用欸 它就是有潤色 但通常你看有沒有有一點粉粉的感覺 但通常這種唇膏都不會太潤 可是這一支很潤 前一陣子呢就是我有去護唇 然後因為我有些人是可能護完 就是兩個禮拜內就會有很顯著的效果 可是我是那種會先暗唇 然後大概一個月才會有粉粉的效果 但我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霧唇超爆痛 就是我已經有上麻藥了 然後還要一直補麻藥 我的體質可能是麻藥很容易退掉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超級痛 我連霧眉都覺得超級痛 其實我覺得我的唇色是有變淡的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霧唇的資訊的話 它是叫什麼水潤嘟嘟唇 因為這是我好朋友幫我做 我會把他的資訊放在下面 但我覺得霧唇是一件你必須先忍痛 然後再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就是嘴唇會非常的不舒服 過了一個月左右才會回復正常 就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修復期 所以大家可以三思一下 不過效果是不錯 是 吃牛肉盒 牛肉盒 然後拍照 拍照 OK 那就是我們要幫Coco拍照 這次他們又寄來給我們可愛的衣服 Scooby的衣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去拍照 你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光嗎 這應該很多人可以用 是嗎 小東西 還是要買回來吃 對啊 那你去吧 好 我去吧 貼心奶油要出去了 哈哈哈哈 然後它就是小小一盤 然後我覺得很實用啦 就是該有的顏色都要讓它有腮紅 所以帶出去就很方便 然後它像這盤它就是粉色的 是非常的粉嫩的顏色 我現在用的腮紅是它這盤裡面的腮紅 就是淡淡的粉紅色 我的內眼線是用Salon的 然後 新的眼線筆非常的好畫 它很好上 有沒有 而且它很防水 大推 所以 如果你光用眼線一畫的話 你的眼睛這一塊就會白白的 因為我也是給化妝師畫完之後 我才發現說 欸 有差欸 應該也是Salon 對Salon的 很細喔 這只是很好畫 好囉 而且我今天的眉毛 我今天眉毛 有畫好嗎 我剛剛是用那個 我剛剛是用眉粉畫的 好 好的我要跟大家鄭重推薦 我的愛用睫毛膏 小凱老師開beauty的睫毛膏 超好用 它比較 需要花時間卸它 不過呢 它很飛翹 重點是什麼呢 我覺得它們的睫毛膏眼影 跟眼線筆都非常好用 根根分明又長又翹 而且我跟你們講 很多東西要推薦 我最近呢 就是因為 想說省錢 我就比較沒有再帶放大片 就是它 愛能仕的日袍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我覺得它超級飽水 而且它的那個鏡片 有點就是水藍色 所以你看 就可能會看到一點點微微的 水藍色 不過還好 戴起來很舒適 然後我現在要等待我 男朋友 UVERE 男友回來了 等他買那個麵麵回來 然後我們要吃飯 耶 超好吃的 牛肉好粉 這牛盒粉真的很無敵 而且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90塊 超多肉 加檸檬 加檸檬 我每次擠檸檬 我都很怕檸檬掉到地上 然後亞瑟舔到 為什麼要 然後便宜 因為檸檬很刺激啊 但我以為它沒那麼分 它應該聞味道就不會騙了 兩個就好 他都會去廁所騙你 代表你比他分 對 昨天你們知道怎樣嗎 因為亞瑟去廁所尿尿 我們都會給他吃夾骨 然後呢 我昨天就發現 他竟然會騙人 他會去廁所站給你看 然後就告訴你說 他有在廁所 但他並沒有尿尿 然後我就想說 好給他一個 看他可愛 結果他給我去第二次 第三次 直接去廁所騙人耶 亞瑟都瞧不起你 他根本就沒有尿耶 他是瞧不起我嗎 他覺得 很好騙 媽咪很好騙 我們把夫妻直接看完了 我想 我覺得前面 前面三集 很精彩 就可以了 呵呵 後面好像還好 因為他 沒有中間那種休息啊 可愛的地方 對 我覺得他沒有笑點 太多壓迫感 他完全沒有笑點的一部片 對 他沒有任何喜劇的成分 對 如果有點喜劇成分 就可以融合一下 因為他很沉重 對 他有點沉重 不過是蠻好看的啦 可以吧 演技很厲害 演技很厲害 吃完了 喔 放了 要幹嘛 他說趕快給我夾骨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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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有帥喔 都熱熱的 有齒 比較散步的tempo 我都會 我都會自己跑出去咖啡廳剪片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有花錢 然後坐在那邊你就要做事情 不然你待在家裡就是很容易 一直灌網拍 對 雖然有時候在外面也會灌網拍 你會灌到一個 你就會知道說 欸不能再灌了 因為你有花那個咖啡錢 回來要先洗腳洗身體 蠻好大的咖啡有沾到 謝謝吧 謝謝吧 好的 一回家之後 發現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現在呢 現在要來上傳 一個影片 然後上傳完影片之後 我要賺一個文 就是有時候我們po文 就是可能要經過廠商的審核 讓他們看一下 對 突然發現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現在先忙一下 忙完之後呢 我要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這一個月 這兩個月覺得好用的東西 今天吃玉米水餃 他的創始人是 這個葬姑娘 真的有這個人嗎 我的媽呀 吃飽了好想睡喔 先抱狗 抱狗療癒一下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九點整 拖顏症又來了 吃飽飯就是很想睡 然後剛剛就一直玩手機 好的 我現在要來整理一下 我這些比較凌亂的部分 對 有點凌亂 讚啦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高明是花蓮嘛 我就臨時晚上的時候 買了一個防曬 防曬噴霧 然後它是曼秀雷敦的 它完全不黏膩耶 它有點像那種植物的味道 就是植物淡淡的清香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噴了這個 那時候在花蓮 小灰紋都沒有來找我 我覺得身體的防曬 用噴的其實還蠻 蠻舒服的 而且其實就很方便 就不用在那裡塗塗摸摸 然後 我要跟大家推薦一個 這個月最喜歡用洗面乳 就是洗面乳 這種東西就會一直換嘛 就會試新的品牌 然後 有一天呢 我就上蝦皮 就亂買 現在不是很多人會賣那種 就是韓國的單片面膜嘛 然後我就 就買了一個試用品 就是洗面乳小的 然後用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好用 我就去買大罐的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 蘇打粉的潔淨深層BB洗面乳 它裡面的那個蘇打粉啊 就是可以把你的BB霜就是帶走 然後同時做一個去角質的動作 就是味道很清香 然後洗起來覺得 欸你臉超級乾淨 睡這樣 好了 我今天已經把房間給 OK 清理完成 然後現在就是 宵夜時間 像我呢 只要肚子餓 我就是會想說 那不然就先吃蘋果好了 就是我的放假在幹嘛 整天的一個Vlog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再會 我一會兒 我ら不想看 那一會兒 我呢 不是 我可以把房子放下